想要当绿手指 不只要认识植物特性 还要学会如何配土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土壤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那个我们要吃 那植物也要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植物呢 很多的养分来源 都来自于土壤 那土壤除了养分之外 还有水分 所以土壤要松 那松呢 它的根性呢 就可以直接拓展 如果土太硬了 那土壤呢 太硬了 它的根呢 就没法呢 顺利的拓展 这时候我们吸收养分 跟水分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减少 所以呢 一袋土非常重要 有良好的土壤呢 植物呢 就可以健康的 很快的长大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打造祖孙共学 食农教育的课程 邀请种植经验 非常丰富的 吴明德老师来授课 希望祖孙一起体验食物 从土壤到餐桌的全过程 这一堂课呢 是中山热林的特色课程 我们都知道 现在环境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们怎么样 落实在家庭中 然后怎么样 利用祖孙共学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让他们从 种植食书 怎么样去种 因为每一个家庭呢 可能都有 外面都有些空地 或者是有些阳台 那怎么样学习 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祖孙一起来学 怎么样种蔬菜 种好了蔬菜之后 我们把它拔起来 要怎么样去烹煮 这么样的一个 很好的食材 所以我这堂课叫做 美味关系实在好滋味 就是维持美好的关系 还能增加新知识 想要当成熙農夫 一点都不难 很开心来参加 这个祖孙共学 种植植物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乱种 真的不了解 真正种植需要什么条件 所以泥土需要什么样的性质 还可以种 或是季节性 或是说不同科 十字科 什么科的植物 蔬菜要怎么种 所以今天来 我今天老师教我们很多 我一家可以好好的来种菜 跟孙子一直开心的种菜 好不好 以前都是在学校种 种东西 有种玉米 然后白菜 高地菜 然后很多 然后很高兴 我们这次可以跟阿公阿嬷一起种菜 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再来 祖孙们动手实作 还能促进跨世代交流 更能丰富长辈们的热龄生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